8月21日 曾经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罕见曝光了近况 他穿着拖鞋坐在大楼里摆摊卖字画 整个人风光不在 让人唏嘘不已 从画面来看 因为世外炎热 崔永元来到了一个专门售卖书画古物的大楼里 支起了一个小木凳子 便坐在路上摆摊吆喝 他的面前摆着很多自己的书画作品 全都摊在地上供人挑选 崔永元表示 他收卖字画是为了养家糊口 维持生计 他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丢人的 崔永元表示 他现在没有工作 靠着摆摊赚钱也很快乐 也很光荣 他卖字卖画 但是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 所以没有什么好让人看不起的地方 转眼间 崔永元也60岁了 这次露面 他穿着花上衣和脚踩脱鞋 整个人报售 胳膊和女士的几乎一般粗 手臂皮肤和嘴唇都格外白 随着年纪的增长 崔永元眼瞅着苍老了不少 眼带都快比眼睛大了 双眼也搭拉着 尽显憔悴之感 翻看评论区 很少有网友会嘲笑崔永元生活窘迫 大家都直言 靠本事吃饭就不丢人 当年 崔永元也曾是红遍全国的知名主持人 卸下了央视主持人重担后 他就渐渐隐退 成为了一个平凡的小老头 每每露面 都是一副低调接地气的模样 此前他晒出了家中的内景 家里面积狭窄 装修朴素 和妻子女儿同住 不过一直不工作 也不是个事 在前不久 崔永元就开设了账号售卖书画 还时不时地发布视频宣传自己 每幅字画还都不便宜 大多在五千元左右 短短时间内 已经卖出去了五幅 就在前不久 歌手李文不幸离世 崔永元还自曝 这些年也身患严重的抑郁症 几度想要自杀 让人为他担忧不已 不被刘言飞语击倒的人 就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我们也祝愿崔永元在书画领域 做出一番成就 祝愿他生活幸福